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目前的常态了 曹操已经习惯了鱼鱼的存在 不再和以前一样觉得好奇 就都偶尔去闻一闻 鱼鱼除了想抓曹操的毛 也习惯了曹操的存在 当然我是不给他抓的 毕竟他力气真的很大 而我也习惯了每天带小孩遛狗 书毛工作 连轴转的生活 有人觉得穷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会很脏 毕竟小孩子是用嘴探索世界的 如果平常家中清洁不到位的话 确实是会在容易忽略的死角 堆积不少宠物毛发和皮屑 长久下来容易引起宝宝过敏 既然这样那就请打扫嘛 我光每天给曹操树毛就要花费一个小时 而且还是比较随意的树 用这个宠物刷很方便 再给曹操树完毛后 直接将毛发吸入支撑桶 树完毛的同时也做好了毛发清洁 遛狗也要赶六四点的早晨 不然太热了 遛完狗接下来就是打扫地面了 作为大型犬拿拉斯加 吊毛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所以每天地上都会有很多细细碎碎的毛发 用戴森洗澄漆照一照 就全部显形了 打扫完地面 也要给曹操的狗窝做做清洁 继续喂 一顿操作之后 又到了曹操最爱的吃饭时间 打扫战场自然是我的工作了 用洗地滚筒配件清洁一遍 不脏手也不累手 这个洗地配件维护很简单 简单冲洗一下 晾干就能再次使用了 有戴森这个羊虫搭子 给家里的清洁卫生保驾护航 毛孩子小朋友和大朋友 可以更放心地生活在一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